男女教我,女人想要你亲吻她,往往会有这三个坏动作,没错过 第一,经常用各种暧昧语言撩拨你 女人都是矜持的,她们总不会直接跟你说你来亲吻我吧 所以她们往往都会通过各种暧昧的语言来撩拨你 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尴尬,甚至很脸红 你可不要领会不了她们的意思 她们就是要一次来吸引你的注意,要懂得她们的小心思 你可不要一本正经的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二,假装不小心跌入你怀里 女人的小心思其实是很多的,她想要你亲吻她了,总会给你很多暗示 比如你们约会的时候,走着走着,突然她不小心跌入你怀里 这时候你正好男腰抱住她,而她顺势勾住你的脖子 用她那双勾人的眼睛深情缓缓地看着你 这个时候,只要是正常的男人都会顺势吻下去 然后开启你们的幸福生活 三,拥抱的时候用脸蹭你的脖子 令人之间拥抱是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女人往往不满足只是单纯的拥抱 还想要更多的肢体接触 她想要你亲吻她 所以在拥抱时,她往往将她的脸在你脖子附近磨蹭 这时候你只要轻轻一扭头,就能够亲吻到她 所以男人们别错过,这可是送上我们的绝好机会 把握住,幸福再向你招手